好了,我們繼續回來 講完該薩尼亞、肥納比的鬼 到白塞大了 白塞大是在《勞家福音》記載的 被鬼父的徵狀說 夫子求你看顧我的兒子 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兒子 他被鬼父捉住忽然哭叫 鬼又令到他抽風、口套、流口水 並且重重傷害他,難以離開他 魔鬼見到耶穌的反應就說 正來的時候,鬼將他摔倒 叫他重重的抽風 耶穌是怎樣說鬼呢? 耶穌就斥責那個烏鬼 也將弟弟的衣號交給父親 接著,我扣過你的門徒 將鬼趕出去,但他們是做不到的 好了,第五 有個雅巴的鬼 地子不祥 有一個人被鬼所付 是一個雅巴 帶到耶穌的跟前來 耶穌就趕出了一個人雅巴的鬼 魔鬼見到耶穌的反應 法理賽人就說 他是靠著鬼王趕鬼的 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世不趕鬼 耶穌就曉得他的意念 就對他們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方長 凡一家自相紛爭就必敗落 然後耶穌怎樣說鬼呢? 鬼被趕出去,雅巴就開始說話了 眾人稀奇就說 在以色列從來都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這裡是馬太福德文和路加福音的記載 到第六 就是推羅西頓的境內 就進了一個不願意人知道的一個家 有一個加南的婦人從那個地方出來 就哭叫就說 主呀大衛的子孫可憐我 我女兒被鬼扶得很厲害 有一個婦人 她的女兒被污鬼扶著 聽到耶穌快就苦伏在她面前 耶穌是怎樣趕鬼呢? 她就回到家裡見到小朋友 躺在床上,鬼已經出去了 耶穌對她說 因為這句話,你回去吧 鬼已經離開了你女兒 接著就是被耶穌醫治的情形 下面也說 耶穌對她說 先讓子女吃飽 不要拿子女的餅給狗吃 婦人回答說 主呀不錯 但是狗呢 在桌底下都吃孩子的渣和 耶穌怎樣回答呢? 就說 希臘人屬於 當時 希臘人屬於 聚利菲利基族 她就求耶穌趕出 那個鬼離開她的女兒 好了,我們這裡就說了一些關於耶穌趕鬼的情況 我們之後就會為大家說 撒旦是誰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好了